- 刚刚在《猛丑预膳房》里面,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字呢? 因为我听说蜜亚它是一只牧羊犬嘛 同时它也是一只狗医生 没错!就是狗医生! 人生命的时候要找中医、西医、心理医生 但是你知道也可以找狗医生做陪伴活动跟附健治疗哦! 到底怎么样训练狗医生呢? 今天带你来认识一下!走咯! 蜜亚自从到了狗医生之后 全身都自带光芒了! 到底什么是狗医生呢?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动物行为训练师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是狗医生哦! 狗医生它就是会到医院里面或者是特教学校 或者是学校护理之家陪伴一些长辈跟孩子 做一些陪伴或者是附健的活动 台湾有狗医生的计划 最早在1999年陈秀怡小姐 透过亚洲动物基金会创办人吉儿罗宾森小姐协助而发起的 这群不能用医术朵金砖形容的狗医生 用的是无私付出的耐心与陪伴 用喜乐来医治人们的心灵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毛小孩变成狗医生呢? 那最开始的时候最基本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主人要先带着狗狗完成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 那健康检查里面包含了所谓的晶片的注射 八合一还有就是狂犬病疫苗 这些最基本的完成了以后 主人就可以带着狗狗一起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了 要成为狗医生的最后一关就是高级班 在这个阶段训练师会对狗狗还有主人进行测试 还有多方评估 因为狗医生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提供陪伴和关怀 人狗一组搭配组成的狗医生 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能够有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是不是只有当狗医生的狗狗才可以来参加 还是一般的市主都可以报名呢? 我们欢迎所有的市主 大家都一定要来报名上课 因为其实我们会就是 比较希望更多的主人要了解他家的狗狗 就算你没有要成为狗医生 其实你能够了解你家的狗狗 其实生活上也会很开心很愉快 对 那我们平常在受训培训的过程当中 要接受哪些训练啊? 他们的课程总共有三个阶段 没错没错 像是我们家的Mia 就是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及测试 并且完成志工服务实习后 成为拥有医疗犬执照的狗医生 前进现场陪伴小孩或者是老人家 那现在我们要透过狗狗Bobby 和Bobby妈的训练示范 了解狗医生的相关课程设计 这些课程就从基础般的坐下趴下开始 我们第一个示范是什么? 坐下 对 引起她的注意力 哇 好棒 第二个我们要趴下 直接下巴 后续这样 再来 趴下 对 趴下 趴下 好 好 在这些指令 一般人都会觉得很简单 而且我可能在家里的时候 我家的狗狗他已经会坐下了 或者已经会趴下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这件事 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狗狗已经会的一些动作 让主人也学习到如何的引导他 所以狗狗不会做错 但是主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先学习好 而且也调整好自己的动作了 那未来他就是跟狗狗的关系 就会连结得很好 基础般的狗医生训练课程 主要是在建构 四主和狗儿良好的互动信任关系 主人就是狗狗最好的训练师 并且以鼓励代替责罚的方式 谷宝贝更愿意与人亲近哦 接下来Bobby妈要下个off的指令 下这个指令的时候 需要训练Bobby哪一种行为呢 不是灯光的off哦 是狗医生动作的off哦 我们请我们Bobby妈示范一下 好Bobby来 我们来试试看一下off这边 Bobby坐下 好我现在像off的时候 Bobby就不能吃这手上的理事了 好 Bobby off 好棒 off 好乱 好那我要下off OK 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个off的动作呢 好厉害哦 其实这个动作呢 我们会希望就是衍生到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会带狗狗外出 然后散步 那有可能狗狗会减食到地上不该吃的东西 如果主人的眼睛够快的时候 当看到的他要靠近的时候 主人可以下一个off 让狗狗可以离开这个食物 所以off是让他离开的意思 对然后学会放弃这件事情 是 原来如此 Bobby妈你的Bobby好乖好厉害哦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最可爱的贝贝 有光环三号 还有我们贝贝妈 接下来由狗医生贝贝和他的主人 示范终极般的训练 贝贝是一个劝职的狗医生 可是贝贝妈说 总难免会遇到不敢和他互动的人 这时候啊四主就要挺身而出 扮演中间润滑稽的角色 其实原本我也是幻想着 我家里出了一个狗医生啦 我以后就是医生娘啦 但其实当我开始服务之后才发现 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 想象有这么严重吗 我一开始服务的时候 带着贝贝进去原本幻想的爷爷奶奶 会非常开心非常欢迎 甚至会鼓掌着期待着我们来 但是其实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才发现说 爷爷奶奶很多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那他们有一些比较害怕狗狗的爷爷奶奶 甚至会拿拐杖会驱赶狗狗 哇那怎么办啊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 在这个阶段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时候四主呢必须要扮演狗医生 还有服务对象中间的桥梁 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靠近 那也协助狗医生来陪伴爷爷奶奶 做一些相关的附件的课程 还有陪伴的训练这样子 那也引导爷爷奶奶来靠近狗医生 说到终极班的课程 是比基础班更加有挑战性 以等待的指令来说 反复训练狗狗只有听到主人的指令才能够离开 另外一个pui的训练难度算高哦 想想狗狗对对吃的很在意 都吃到嘴巴的食物 要让他听到pui的指令马上吐掉 主人的动作得又快又准 要不然反复训练下来 很容易诱发乱咬东西的坏习惯 如果能够克服挑战口欲的训练 要说声恭喜进阶高阶班啦 高级班开课咯 最难的高级班当然由我跟Mia一起来完成咯 训练师请问一下 高级班跟前两班有什么不一样 等一下呢我们要做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把基础班跟中级班的东西呢 都夹在里面 所以刚刚的那一堆玩具里面 有些小朋友他们会没办法拒绝玩具 然后另外还有食物 所以记得中级班的off要下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走过去 然后再走回啦 好的 没有问题 Mia我们一定办得到了 可是你眼睛已经冰着那群 玩具还有食物了 我和Mia搭配一起上高级班 训练重点强调有玩具有食物的环境 会不会让狗狗乱了套呢 这时候我下的指令 再加上平时的训练 就有机会让我们两个完成高级班的课程 走 走 对 很棒 Mia Oh Mia Oh 跟着 Mia Oh 对 很棒 好棒喔 好 坐下 好棒喔 好 最后要告诉大家 虽然上了三阶段的课程 狗狗要能成为狗医生 最后必须经过训练师的评估 就包括了狗宝贝是否喜欢亲近人 和主人的互动良好 以及服从指令 这些课程设计 强调的是自主和狗狗的双向沟通 主人改变带狗的方式 狗狗也能听懂主人的指令 这样一来我们和毛宝贝的生活品质会更加提升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